那有一些產品像是手機這種比較難拆的產品 你可以上網稍微查一下有沒有人做拆開來的維修分享 大部分的產品都有啦 但你如果真的找不到有人做這個分享 你也可以嘗試自己把它拆開來 有一些要加這 那有一些用吸盤 有一些就真的是把它硬翻開來 或是用一字起子或是什麼卡片之類的 可以把它拆開來 反正我們能拆 能修的 那就是賺 沒有辦法更換電池 或是被你拆壞了 那也沒關係 你就是至少你有試過吧 你有嘗試過 那你就再去買新的產品 反正能修的 能把它搞定的 為什麼我們要再花錢 再去買更多的東西呢 浪費錢啊